阿剛從便利店購入了一台絞肉機 準備來試用 在使藝的幫助下 斜角公牛 半壽仁將軍的肉塊 一下子就變成了絞肉 加入各種辛香料煎成的特製漢堡肉 再淋上特製的醬汁 讓一旁的餓哈看得是口水直流 沒想到一口咬下還有特別的驚喜 這味道肯定很讚 這款漢堡牌製作方式非常簡單 洋蔥要切成末比較好跟絞肉混合在一起 在混合之前先用中小火炒到軟化帶點焦香 絞肉的話需要4比6的半壽仁將軍跟斜角公牛 先把麵包粉 鮮奶加在一起 再放入絞肉 雞蛋 炒好的洋蔥 一點點胡椒鹽做調味 把全部的材料混合均勻 來回拍打出空氣 看起來好好吃喔 當然也要來點特別的內餡 包入起司片就可以先拿去冷藏 薯條的話有切成條狀跟塊狀的 直接拿去炸熟 漢堡肉煎到兩面都上色後 加入水來蒸煮讓中心熟透 醬汁只需要用剛剛的鍋子 加入番茄醬跟伍斯特醬炒至濃縮 斜角公牛和半壽仁將軍的混合絞肉漢堡排就完成囉 開動了 漢堡排的口感相當厚實 卻不乾柴 伍斯特醬特殊的香氣跟酸辣味 讓漢堡排完全不膩口 而且漢堡排內的濃郁起司 更是讓人食慾大開 不得不說酸辣的醬汁跟漢堡排的結合堪稱完美 這樣的漢堡排就算每天吃也不會感到膩 好嗎